由黄锦鱼王一博主演的电影《维和番暴队》前不久正式官宣 这部电影已拍摄了蛮长时间的 王一博为了贴近角色还特意举帖 网友对于这部电影的期待值非常高啊 近日有网友爆料 《维和番暴队》将于近期出新预告 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网友热议 若是有新预告 想必距离定档应该也不远了 无非就是国庆节或者春节 之前有网友爆料 《维和番暴队》将定档春节 不过这个竞争压力还是蛮大的 今年春节党已经有多部电影定档了 比如周冬雨刘浩然主演的《平原上的摩西》 这部电影网友还是非常看好的 两位主演一位是影后能扛得住票房 另一位则是当红小生演技很不错 这个组合搭档也很新鲜 另外还有冯小刚主演的《终犬八宫》 以及毛小彤杨乐主演的《一年之眼》 这三部电影都属于完全不同的类型 但每一部目前来看热度都很高 并且定档春节期间的电影作品 定然不会只有这三部 下半年还会有不少作品陆陆续续的定档 《维和防暴队》若是定在春节党 压力也是蛮大的 《维和防暴队》这部电影属于公安题材类型的 所以目前来看也算是独一份 但是这几位主演说实在的 并没有真正扛票房的艺人 王一博虽说人气高 但电视剧和电影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另外黄景瑜一直以来 其作为一方的影视剧节度都很一般 苏圈的作品基本也都是依靠其他的老戏骨 所以说一部电影的定档时间 还是需要顺重考虑的 不过春节党本身 只要电影本身不是特别难的话 极易票房基本上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若是电影质量高 那么完全可以使劲往上冲 几十亿也是有可能的 有时候电影预告片 横扎城处上会决定 要不要走进电影院去观看这场电影 所以还是期待预告片的官宣吧 好了 今天的娱乐资讯就播报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视频的小伙伴 请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哦